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線性滑鬼的認識篇 那這裡呢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線性滑鬼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零件呢 那從字面上其實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它是一個線性 線性的意思呢就是直線的往復運動 滑鬼呢就是一個有一個滑走 那這裡呢有介紹幾種形式 那其實線性滑鬼呢大致上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那等一下呢章節會講得更詳細 以及說等一下第一個章節呢會帶大家來了解一下 如何簡易的認識這個線性滑鬼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去認識它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呢先讓大家來簡易的認識入門一下 那這裡呢線性滑鬼它到底是怎麼作動的呢 那這裡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是 好像是軸程 什麼樣的軸程呢 好像是直線軸程 那直線軸程呢我們比較常看到的是在3D電影上面 我們就把它想像這個部分呢是一個圓軸 那圓軸的地方中間我們有一個直線的一個軸程 它就是這樣做一個往復的運動 那一般線性滑鬼呢我們最常見的是雙軸 好像畫面上看到的是兩個 雙軸的話呢它這邊就會有兩排的線性滑鬼 那線性滑鬼呢裡面呢就會有鋼珠 它有時候呢會類似直線軸程這樣的一個結構 所以鋼珠會在裡面呢做一個無限的循環 那我們在滾動的時候呢 這個滑鬼呢跟這個滑台是藉由鋼珠來做一個滾動的運動 所以呢它是一個高精密的傳動 那這裡呢我們一般呢會有這種鋼珠的滑動的時候 通常我們的滑鬼就是這部分 滑鬼呢它需要做一個精密研磨 這樣子呢我們才能做一個精密的傳動 所以我們一旦有這樣的一個製程的時候呢 往往線性滑鬼這樣的一個零件呢 它價格都會比較昂貴的 而且呢我們在運用線性滑鬼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了解一些幾個使用的一個注意的事項 好像是線性滑鬼如果我們是要傳動比較重負荷的時候呢 第一個你可能要選用的是比較能夠承受負載的 以及我們通常線性滑鬼不會這樣子以一個單軸 雖然它是雙軸 但是呢我們可能不會用只是用一組而已 我們一般會用兩組 為什麼要用這樣子呢 因為我們的結構一般我們組裝之後呢 這裡往往都會有一個利弊 或是有一個扭矩 所以我們如果只用一組的線性滑鬼 往往它的強度是不夠的 有時候呢你在傳動的時候它會有不順暢 可能有一個利弊的原理呢 這邊它就會有一點卡住的情形 那所以我們會運用兩個線性滑鬼 那線性滑鬼呢 只要它兩個跨距呢是越寬的話 那相對我們的能夠承載的力量也會越大 那這邊讓大家去了解一下主要是這個樣子的 再來呢來介紹一下雙軸型的線性滑鬼 那雙軸型的線性滑鬼呢 是我們最常見的線性滑鬼 當然它的滑鬼的部分呢 它可能有許多種形式 那所以我們在畫面上看到的是其中一種形式 那其實呢 雙軸型的線性滑鬼 大致上大同小異都是長這個樣子的 主要就是一個滑台以及滑鬼 然後有一些傳動的鋼珠 它這樣做一個無線循環 以達到我們的直線往復運動 而且呢它是一個高精密的 這個滑鬼是有做精密的研磨 那這裡呢有幾個注意的事項 我們一般線性滑鬼呢 是必須要做一個比較好的防護 這是什麼意思 因為呢它是一個高精密的傳動 所以呢如果我們在表面呢 在這個滑鬼的表面有一些粉塵 或是鐵屑或是水等等呢 這類的物質的時候 然後如果它跑進去了我們鋼珠裡面 它有可能會產生這個滑台 在滑動的時候會不順暢 甚至於會破壞裡面的結構 會導致說這個線性滑鬼有可能會卡死的情形 或是把這個滑鬼的刮傷 都是有可能的 雖然市面上呢我們可以買得到的 它有一些地方是有做一個防塵的一個功能 它可能在這個部分有做一些防塵 所以呢它可能在滑動的時候 它可以把滑鬼表面的一些粉塵 或是一些鐵屑等等的把它刮除 但是呢往往有時候還是會有跑進去的疑慮 所以我們在使用線性滑鬼的環境呢 我們必須要特別注意一下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你使用的環境 是不是有一些污染物呢 假設如果真的有污染物 你要去使用它 那是不是我們在這個滑鬼的防護呢 要做的特別好 那這邊就是要去思考的地方 那這裡讓大家去參考一下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單軸型的線性滑鬼 那一般單軸型線性滑鬼呢 是比較少見的 比較常見的是雙軸型的 那這樣之類的也是會去使用到的 那一般這個地方呢會做一個剖勾的方式 那像這個形式呢 它是屬於直線軸程的形式 當然也有別種形式 那這邊呢只是介紹其中一種 那大致上它都是大同小異的 那一般單軸型的呢 往往會使用兩組 會有兩個軸向來做跨距的一個鎖附 來達到我們傳動直線往復運動的功效 那中間的地方呢 我們會使用一些其他的結構來做連結 所以呢我們的結構呢 會在這兩軸之間呢做一個滑動 那這邊我們要比較注意的是 我們如果使用單軸型的 然後我們需要用兩組的單軸型 那你來思考一下 那這兩個如果也是這樣的話呢 兩個星軸的平行度呢 需要做得比較好 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兩個星軸呢 平行度不好的話 我們中間呢 在滑動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一個不順暢 或是卡死的情形 那這邊呢就是要去注意的 那當然我們這樣的話 我們的零件的成本呢 好像都會比較低一點 那相對的呢 我們的精密度的要求 會比較高一點 那有時候你可能 可以運用這個螺絲孔呢 來做調整 也許呢 你把這個固定完之後 螺絲先不要鎖緊 你先把它 退到最前面 然後退到最前面之後呢 運用我們中間的滑台 來做一個定位 然後前面的螺絲鎖緊 我們再退到最後面 然後讓它校正回來 再鎖緊 然後這樣來推動 這個方式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呢 你的傳動呢 需要相當高精密度的 我們用單軸型就不適合 我們就比較適合用雙軸型的 那這裡呢 讓大家去理解一下 來選用我們適合的零件 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是 滋潤型的線性滑軌 那在這個部分呢 滋潤型呢 我們也是比較少見的 但是呢 這類的零件呢 是有在市面上 我們會看到有些 有實際上運用的 那這裡呢 它的好處是蠻多的 像是 這類的滋潤式的呢 裡面呢 就不是以鋼豬的形式的 就是一些 類似 滋潤的一個塑膠啊 滑動片 所以呢 它其實 它的作用呢 跟線性走成是一樣的 一樣是做往復的運動 那為什麼呢 它會使用這個方式呢 因為 我們一般使用線性滑軌的時候 剛才前面有提到 它的防護呢 需要做得比較好 像是如果有一些 外在的污染物 像水 粉塵 砂 等等的這類的東西 一旦如果 跑進了裡面的鋼豬的話呢 它可能會 破壞裡面的一個結構 或是 鐵鋸跑進去之後 造成了鋼豬生鏽 那整個線性滑軌就會不順暢 所以呢 滋潤式呢 就是來克服這個困難 我們往往如果要去做一個 防護的時候呢 像是假設你要用防水的話 或是你的環境就是在水裡面 那這時候線性滑軌很難是 有辦法百分之百做到防水不生鏽的 那這時候呢 滋潤式的呢 就能克服這個問題 或者是你的環境有非常多的污染物 沙粒啊 或是鐵鋸等等的 那我們藉由這個滋潤式的方式呢 其實它都能夠克服的 因為 這個部分呢 我們來看到這裡是有溝槽的 所以 如果有污染物跑進去之後呢 其實這樣 前後往復的 在做一個往復的移動的時候呢 它就會從這個孔洞排出去 而且呢 它這個地方呢 也是防水 因為呢 它是塑膠的 所以 就算有水進去 我們也不怕生鏽 然後這些表面都有做一些特殊的處理 所以這樣子 就能克服我們在 惡劣環境的時候呢 我們也能夠使用這個線性滑軌 那當然它還是有它的缺點 好像是什麼 因為呢 它這裡就已經不是鋼珠 如果是鋼珠 我們想像一下鋼珠的話 它就是點接觸 點接觸的話呢 滑動會比較順暢 那這裡呢 我們是使用 滋潤的一個塑膠片 所以呢 它是面接觸的 所以我們在傳遞的時候 會發現它的阻力會比較大 那這邊的優缺點呢 就是看各位 如果你的要求精密度呢 希望它的阻力不要那麼大 那可能滋潤式的就不適合用 那這邊讓大家去評估跟參考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線性滑軌 那我們一般看到的雙軸呢 它當然會有一些加長型的 或者是有一些是 迷你型的 這邊 就沒有再做另外探討 因為這些都是大同小異的 或是像這個滋潤式的呢 它也會有微小型的 迷你型的這種 滋潤式的一個 線性滑軌 當然一樣 都是大同小異 所以就沒有獨立的另外做探討 那這裡呢 我們來看到線性滑軌呢 我們就是最常是使用在 往復的直線運動 那像這類往復直線運動呢 我們比較常看到的像是什麼 好像是三粒獵印 但是你可能會好奇 奇怪 那三粒獵印我們好像 幾乎是沒有看到有 線性滑軌這種結構的 我們看到的比較多 都是一個圓棒 然後中間呢是直線軸整 我們比較多看到的是這樣子 因為呢 線性滑軌其實呢 它的零件相對成本 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它的零件是比較貴的 那再來呢 就是線性滑軌呢 它的防護必須要做得比較好 它非常的是害怕那種 污染物會跑進去的 那像是我們如果是用 直線軸整的話 那它是一個圓柱型的 那圓柱型的話 我們有一些比較 常見的一些 防護的一個零件 像是油風 那這樣子我們其實 如果使用油風 或是那種刮沙油風的話 其實可以把一些 大部分的一些 污染物呢 刮除掉 如果你有 觀察你的線性滑軌 你會發現 你的圓棒的兩側 是不是都有一些 黑黑的那種 像是一個 污染的東西 其實在直線軸整 往復在走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這一些粉塵 或是污染物都會被 刮除在兩側 然後我們只要從兩側呢 把它擦除就可以了 這是圓棒的它一個特色 這樣子呢 其實它的防護 是比線性滑軌 還要更容易去做到的 那最主要就是 因為這樣呢 我們在3D天 就比較少看到 線性滑軌 這類的零件 那當然 線性滑軌 它的使用的 廣泛度是非常高的 那這邊呢 就留給各位來去 思考跟尋找一下 我們在生活中 或是 你有遇到的一些結構 哪一些是有用到線性滑軌的呢 那其實是非常多的 那這邊讓大家去思考一下 你在哪裡有看過呢 那 給各位一個方向 就是 它如果是往復直線運動 而且呢 它需要高精密的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或許它裡面呢 就有一個 線性滑軌 一般 我們線性滑軌 我會用的呢 剛剛也有提到 會用兩組一起來使用 這樣子呢 我們的承載力呢 會比較好 也比較不會說是 只有一組的話呢 我們在剛柱的地方 容易有損壞的 它承受力可能沒有那麼好 那以及 自盾式呢 可能我們比較少見 但是呢 它還是 蠻常見的 可能你沒有發現而已 它其實也是蠻常見的 甚至 有一些3D天 其實也是用類似這種的 只是說它不是用這種兩組式 它是用圓柱形的 我們也可以用這種自盾式 其實也是蠻不錯的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拜拜